今天最後要來分享我的空空賞了 這邊應該大概是收集了半年 然後是我真的有用完的東西 那我們就從卸妝的開始吧 我最先分享的是這個 這個是BO類的卸眼唇 然後我其實都是用他們家的 我現在也是用他們家的 這也快用完了 我用他們家是因為他們卸得很乾淨很快 因為我的唇跟眼睛 尤其是眼睛我很常會用那種很強的 防水的再去做打底 所以我一定要用這種比較強的卸眼唇 但是有些人我有上網找一些資料 有些人說BO類的這個有些人會尋眼睛 但我使用起來是不會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這個可以推薦給你們 雖然我有把它用完 因為卸眼唇是我覺得一定都會用完的東西 這是他們卸妝水還蠻有名的 卸妝水是因為它不會有空瓶 所以它是蠻環保的 他會買那個補充包 然後補充進去這樣子 然後這個的話我覺得還好 就是 再來就是卸妝乳 這罐是台灣買得到的 它是Easy Skin 陳皮他們出的卸妝乳 這個非常溫和 然後適合一般妝容可以卸得乾淨的 它是燕麥萃取的精華 它是完全不含香精 然後痘痘肌跟敏感肌都可以用的 卸妝這個過程非常重要 因為它是最接近你皮膚的一個媒介 一個質地 所以你在乳化它的時候 它只要一層就可以卸乾淨 這罐我用起來我覺得蠻舒服的 但是如果你是上那種像是非常厚的底妝 你可能就卸不太掉 但它的客權本來就不是要給會上濃妝的人卸 所以以它的這個質地來講 我覺得卸起來是舒服 淡妝的話是卸得乾淨的 然後沒有什麼 真的是沒有什麼味道 我有可能會再買它們的 我有另外一罐我更喜歡 但是它超級難賣 這罐我之前有在一個Vlog有推薦過 這個是我那時候去法國 有沒有要找一個大家去法國都會買的保養品 我去那家藥妝店 那個姊姊也是很直接的跟我講說 我不懂你們 我好像在那個Vlog裡面有講過 就是我不懂你們為什麼 這麼愛來買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一點都不好用啊 但是它的卸妝在哪裡 我就問他說真的嗎 那請問就是你自己本身你有在使用 或者是你們自己當地人會推薦的品牌是什麼 然後他就給我這個 然後我就是非常的節省在用它 到時候有個網友還特地到我IG私訊 我說他有找到蝦皮有人在賣 然後我去找 然後我那時候要跟他買的時候 他就說要先看有沒有貨 反正就很麻煩 然後他後來也沒回我 所以我也沒買到 我還是必須要把它用完 因為東西都是要趁新鮮把它用掉 它是芳療品牌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淡的香味 像陳皮這一罐它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精油 因為我真的完全看不懂 那他卸完是非常的舒服 就是 他卸完 你卸完妝你會感覺到你的皮膚 是你原本的皮膚 就是不會特別乾或特別油膩的感覺 我覺得他卸起來也比他乾淨 然後也比他快 所以這罐我覺得比陳皮這個好用 可是陳皮的比較好買 這個的話比較難買 然後他單戴也比較高 但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會想要買這個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用 還有這個 這個是 它應該叫Archland 然後是日本的 松本清獨家代理的一個品牌 然後 還有買他們的護唇膏跟卸妝乳 我之前有分享到IG過 很久以前 我把它撤掉了 因為 那個護唇膏 它是紫萃的 可是我會過敏 有色無色的我都會過敏 所以我就放著 所以不是任何紫萃都是對身體有益的 還是要看一下成分 卸妝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把它用掉 可能我的耗量是很快的 我就沒有推薦了 所以我就把IG的PO文撤掉了 我還有買 它的這個化妝水 我也有用 我覺得也是 因為我的皮膚會長一些小痘痘 這樣 我就沒有用了 那這個的話 它不會讓我的臉有痘痘 可是呢 它就是卸完 是不太乾淨的那一種 他們家的成分 可能就是不適合我 這樣子 那我就順便講Easy Skin好了 用不好用 我覺得 沒有太明顯的感覺 因為他們的客群是要給 皮膚很容易過敏 或者是泛紅 就是皮膚有比較多問題的 不是說問題 就是皮膚有比較多狀況 然後很容易對產品會不適 下大雨欸 不知道會不會錄到一點雨聲 但我還是繼續這樣子 我盡量講話大聲一點 你一直苦苦找不到 保養品適合的 然後 你怎麼濕 你怎麼過敏 我就會非常推薦你去試他們家的 我不知道我還會買 因為他們家用起來是對皮膚非常友善 應該蠻像有機食品的那種感覺 我皮膚好像狀況最近有一點起伏 如果皮膚有點大的時候 我就會去買他們家的東西 來讓自己的皮膚舒緩一點 再來就是我的保養第一層 我會分天氣冷的時候跟夏天的時候 再更細分的話 你要去感受你的膚質最近的狀況是 需要保濕的 還是你是油脂性比較多的 我夏天是用屏幕宣言的零脂水 夏天會偏油一點點 所以我夏天會用這個 用起來還蠻舒服的 就不會第一層就太膩的感覺 然後這個的話 我覺得是偏油性肌或者是油肌用 會比較舒服的 但是它絕對絕對不能濕敷 我曾經濕敷過 因為我皮膚已經算健康了 然後我濕敷它大概兩三分鐘吧 它就會泛紅 零脂系列的精華液也很好用 我是很久很久以前用的 缺點就是它的味道會比較重 就是它有一個菇的味道 擋出來也很像 我那時候用是這樣啦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 就是它擋出來會有一點像蘑菇湯的顏色 它的吸收度我覺得非常好 然後皮膚的感受度也蠻好的 然後冬天的話我是用IPSA的這一罐 自律循環液是有一次 我的皮膚會長那種一顆一顆的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去試試看這個 然後用了之後我就超愛 剛洗完澡或者是上妝的第一道手續用完 皮膚會非常的舒服 它會有一種嫩度在 你皮膚會保留一種彈力跟嫩度 我還蠻喜歡的 他們家 預算夠的人你一定要買 這個是黃厚水他們家 之前很常推的黃厚水系列 然後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他們的乳液也非常的好用 他們家有個香香的味道 我也很喜歡 很舒服很療癒的味道 有一點海洋調的感覺 黃厚水我會特別推薦是因為 它的噴頭 他們家噴頭是我用過最細的噴頭 然後你噴在臉上是均勻的 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的水也是吸收的很好 就是預算夠的 或者是你本身會 會買一些比較高單價保養品的時候 你絕對可以試 他們家的乳液也非常的好用 但是缺點就是它是用擠壓式的 但那也是它的優點 因為擠壓式的它不會接觸到空氣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會變質 你看喔我現在用完了 它下面還有很多 我會吸收非常的好 然後皮膚的感受度也是很好的 也完全不會長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我非常的推薦 再來現在順序應該是到精華 看一下 我買的是成盈面部精華素 這個我買了兩罐 但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要買 就是你有時候不知道要買什麼的時候 你又會默默的飄回去 原因是我覺得吸收度比較慢 就是皮膚的狀況也沒有 當然不能說馬上改善 可是你用下來它就是 我覺得它們家是比較品牌 形象非常的好 健康居家 然後有時候不知道要買什麼就會去買 我覺得是包裝很好看 就是你放在那邊 你好像用起來你是用好東西的感覺 可是它真的好用嗎 我應該不會再去買第三罐了 那我就是用到 我覺得更適合我的東西 如果要看包裝的話 我覺得它們家的室內噴霧 蠟燭啊 還有一些芳香類 還有香水 我可能會去補它們家那一類的產品 另外一個是 SUNYGA的活膚精華液 這罐非常好用 它這樣看很像裡面有大腦的感覺 夏秋冬我用起來都是非常好用的 皮膚的柔軟度也有提升 所以這罐我覺得 在他們家來講算 蠻親切的價格 在他們家這罐非常好用 我男朋友以前他的臉是會 T字會脫皮泛紅 有一點蠻蟲的那種感覺 然後那時候是搭配凡士林 然後再擦這一個 我是先擦凡士林 後來脫皮比較穩定之後 他還是會有點泛紅 然後就幫他擦這一罐 他現在他已經很久沒有泛紅了 除非他用熱水洗臉才會 我覺得男生擦 他自己感受也有 就是他現在 他現在是擦ipsa的精華 然後剛買回來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這罐好像比較難吸收齁 就是連男生比較少擦保養品 他自己都有感覺 然後他覺得這一罐擦起來吸收度好之外 我皮膚也是舒服 他也是回答我舒服 所以就代表說 舒服真的是對皮膚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自己很喜歡 他上次還有跟我講說 那下一次就是 因為他是 他是抿若肌 所以他 他洗完臉 或者是 運動完 他的皮膚是需要照顧的 因為他不是像 健康肌膚 隨便擦一個什麼乳液就沒有事的 他覺得擦起來比較舒服跟適合 所以 這罐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再來 也是他們家的 這是他們家的乳液吧 要買嗎?我覺得 可以PASS 就是也沒有一定要買 但是也沒有不好用 這罐我覺得還好 就是 但也好用啦 就是也是皮膚沒有任何的過敏反應 這樣子 這罐我覺得很好用 他讓皮膚的柔嫩度有出來 然後他好吸收 然後之後我也是會想要回購的 大特務的果酸 我擦臉 他不會有泛紅 或是太刺激的反應 就沒有把它拿來擦臉了 我都把它拿來擦腳 所以我的腿最近都會刷痠 刷痠就是會擦乳液跟痠類 然後要包保鮮膜這樣子 但這罐我覺得OK 就是 我是健康肌膚用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然後我朋友用他是有一點過敏反應 這樣子 所以 還是要看人 這一罐是8%的 然後大特務的那個噴霧啊 很慘 就是 我用大概三次吧 他就一直往旁邊漏水 然後那個噴頭就一直噴不出來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蠻要瑕疵 但那個也是很慘 就是 也沒辦法用 再來護唇膏 護唇膏是Fresh的 這個是 我覺得 我剛開始沒有覺得他那麼好用欸 我是用到後來 你知道嗎 我把它挖空 這樣看到嗎 我把它挖了空空的 保濕度也蠻久的 然後我覺得唇紋不會那麼明顯 所以我覺得很好用 然後我沒有買過紅色的 他有一些包裝顏色蠻多的 他的質感非常好 就是他不是塑膠罐 很扎實的包裝 所以我覺得 他細節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蠻喜歡的 去光水 去光水我這個也是用蠻多罐 應該是free的 是那時候隨手拿 我覺得很好卸 他們卸得很乾淨 然後卸得很快 就是一瓶還蠻便宜的 洗髮精的話 最近有收集到 然後把它用完的是這三罐 這應該蠻多人有用過他們家的護髮 這罐是洗髮露 然後他用起來我覺得很香 就是這個香味我很喜歡 他味道真的超舒服的 洗起來會有點澀 可是他很特別的是 他吹頭髮的時候就不會澀了 不過有用他們家的護髮的人 我覺得這罐洗髮露也可以試試看 這兩罐呢 pure97 我不知道之前你們推薦過 他們這是同一個系列 然後他只有這一罐是有兔兔標章的 就是不做動物實驗 這一罐就沒有 這一罐是保濕的 那是茉莉花跟椰子油 這罐我真的用不完 因為他的味道我覺得有點太茉莉 我不太喜歡 這一罐我大概買了三四罐吧 我原本只買了一罐試試看 平常有機的洗髮精用起來 就是洗完頭髮會很澀啊 或者是乾這樣子 剛開始他洗的時候不會 洗完的時候不會澀 然後也很好起泡 然後味道也很好聞 可是最近我可能是太久沒有生成護髮了 所以我就又去護髮了一次 然後又問我的髮型師說 欸我的頭髮最近又乾了 然後護完髮之後我覺得那個效果 不是很滿意 就不是他之前幫我護完的那種感覺 他就推薦我了別的 然後我用了之後我覺得真的有差 就是護髮可能還是要用專門的護 然後我洗髮精也換了一個是 專門給修護型 就是髮廊在用的 就我覺得可能還是有差 所以但試試看 如果你沒有染燙 然後你頭髮還是健康髮的話 可能這個我還滿推薦的 那如果你本身你的頭髮已經是 很容易比拆 像我的養分是下不來這邊的 我就是到這邊很容易會斷裂跟比拆 就是分擦 所以可能留長的話 我可能就不太適合用剛剛那個 可能剪短之後可能可以用吧 一罐他是比較香氛類的沐浴乳 這兩罐我真的非常喜歡 如果你的預算夠的話 你除了要一罐一般的沐浴乳之外 你偶爾還是要對自己好一點 有一點點香香的味道洗完 你心情會超級好 我說真的 然後Lelabo這個是cento33 這是他們家很有名的香水的味道 是我之前去香港的時候 那個飯店提供的就是Lelabo cento33的沐浴乳 洗髮精跟護髮乳 根本是要買他們家的洗髮精 因為好洗然後又味道又香 油香的味道非常的久 連我朋友那時候我們去香港玩 然後我站在他前面 然後他就是風吹來 他就說我現在都聞到cento33的味道好香 德國有賣 然後我那時候他德國居然猶豫沒有買 如果有人帶過洗髮精的話 麻煩跟我講 他洗髮精真的超香的 會超好洗的 我覺得Lelabo如果你喜歡他們家的香水的味道 你想要流香在身上的話 你是可以買他們家沐浴乳的 超級香 就是流香很久很喜歡 這個好像是薰衣草的吧 他也是Fragrance就是香氛類的沐浴乳 我覺得如果有失眠問題 或是比較容易緊張 沒有辦法放鬆的 你想要有一天比較特別 大概七天一次五天一次 三天一次都可以你自己訂 就是那一天是你自己的儀式感 然後你那天晚上就會特別好睡 然後心情就會很好 好終於可以把他們送到回收場了 我真的很想把他們回收掉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你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再看後續還要不要再繼續留空管 好啦那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來見 掰掰